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静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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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啊 静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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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快醒醒啊 静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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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有 躲开 故意正在气头儿 您还别进去 我管他 爸 我跟师伯天在战场上拼命的时候 还没有他呢 给我开 爸 爸 我 帅 帅 帅 早在面对你们的女儿 不要了 我跟你拼了 顾云 你 你给我讲给我 顾云老 我跟你拼了 顾云老 我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我 放开我 顾云老 我不会放过你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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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哲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静哲 静哲 静哲你说话呀 静哲 你说话呀 你说句话好不好 静哲 静哲 你说话好不好 静哲 静哲 你听着 过了这片树林 一直往西走 看到大陆 你就看到时报团的人了 那个时候你就安全了 静哲 快走 我不走 我走了你怎么办 留下来也没用 那你告诉我 这是哪儿 我回去找人救你 你听着 昨天晚上我说过的话正是作非 我一定要杀了欧阳尊 为什么 他杀了石叔叔 我爸不会伤害石叔叔的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石叔叔是谁 他是十八团的少校处长 没有欧阳尊的命令 谁敢动他 你告诉我 走 王军医 谷语怎么样 他是激活攻心 引起的暂时性休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这个得看他个人体制了 不过现在看他没有什么其他症状 应该不会太久的 对了 他需要有人照顾我 我来照顾他 你 我听说他今天下午差点就把你爸打死 都是误会 我真是不能理解你们这些年轻人 这爱起来死去活来的 恨起来也是死去活来的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都跟你说清楚了 我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什么也没记住 你是根本就不想回去吧 我 方圆十里之内全都是十八团独立 组里营的人 你随便吼一嗓子 就能把他们给招回来 你听着 趁我没改变主意之前 你赶紧滚 金哲 你现在受了伤 需要有人来照顾 让我来替我爸爸赎罪好不好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赶紧走 否则的话 走 金哲 否则你想走都走不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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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雪 你怎么来的 王叔 你爸让我来看看他 顺便让你回去 他说找我什么事吗 没说 好 好 好 王叔 门口这俩守卫是谁安排的 我安排她 这丫头现在是极度危险人 必须好好管她 快走吧 滕美 你 你不是应该在家休息吗 这边有一个重病患者 一直是我负责的 别人不太了解情况 所以我就来了 你哥的事情 居然战死疆场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我先走了 好 喂 小张护人 你今天不是不值班吗 这两天医院人手比较紧 所以我就提前上班了 我得给病人做个检查 女孩子不太方便 好 麻烦你把门关一下 好的 那个小李 欧阳连长 怎么这么晚才会假 顾余醒了吗 还没有呢 那个我想跟你们提一个意见 你说 这个唐北的哥哥 刚在战场上牺牲 你们应该照顾一下他的情绪 让他多休息两天 唐北上班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他上班了呀 我们给了他一个星期的假期啊 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危症病人吗 你从哪儿听说的 哪有什么危症的病人啊 你的古语小姐就是最重的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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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 你爸杀了我这个世界上最近 我要替我哥报仇 我知道 我这样做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但是我一点都不怕 就让我们两个一起 到硬曹地府装办吧 小白 你别动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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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别过来 孟靖 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我现在没有办法冲进来 我一定要把施工与杀了 我要杀了 你看我 你要干什么 我不要干什么 我要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你凭什么杀了 你说我凭什么杀了他 他怕杀了我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他把我哥杀了 我要替我哥报仇 唐美 你冷静点听我跟你说好不好 我不想听你说 你现在实实处处都维护着石谷雨 他都要开枪杀了你罢了 你还护着他 你见死忘忆 你鬼迷心窍啊 说够了没有 对不起 唐北 我知道 你哥牺牲你心里很难受 我也一样 我也很难受 但是 但是唐北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们先搞清楚好不好 我们能不能不要胡乱猜疑 我怎么胡乱猜疑啊 你告诉我 谁跟你说的 你可是被石处长打死的 看了好多人都这么说 唐北 你 我这么跟你说吗 你可是被赵警车打死的 你可是被赵警车打死的 杜哲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我家 你家 你到底有多少个家 我也不知道 走到哪儿 那儿就是我家 不过对你而言 应该换个说法了 什么说法 这个地方是我赵静哲的天堂 但对欧阳小曼而言 那却是地狱 你 你要干什么 快来 帮我拿块树枝去 快来 麻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件和一件 把你上身脱下来 快点 你再跟我说一遍 师父 师父是师父杀的 混蛋 师父我先是你的长官 他还是古语的父亲 你怎么能下得了手 因为目的而用手段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 狗批目的 为了你的目的 就可以随便杀人吗 因为我不想看着你一步一步错下去 在赵经哲的问题上 你已经错了罢了 赵青春 石破天他们两个人是共产党 他是你的朋友 他们是你的朋友 在十八团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 你有想过 如果容实党知道这一切 你怎么办 你给我闭嘴 你懂得什么叫朋友吗 你懂得什么叫 在战场上并肩杀敌的战友吗 你没有信仰的东西 你没有资格评伐他们 赵青春的事情 你已经很左右为难了 现在又出了一个识破天 爸 你说的没有错 他是我的长辈 也是你的朋友 但是朋友能害朋友吗 没关系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不怕 我可以去帮你承担这一切 因为你是我爸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我不能没有你这个爸 爸 你知道故意对我怎么样 但是在我心里头 她是我的女人 她是我这辈子唯一爱的女人 同样 我把施叔叔当成我的岳父一样 但是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开这个枪吗 你为爸爸只有一颗 你也中 我怎么会生出 你这么个混蛋玩意儿 爸 到今天我也没什么 可以依下你隐瞒呢 他跟我也是我杀的 因为他看见我开枪 他死十五天 所有不能让他活 你可以说我狠 但是谁挡着咱们欧阳家的道 我绝对让他死 该死的是你 你知道你的幸福 应该受了什么样的惩罚吗 你应该去死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可以打死我 我的命是你给的 你可以随时拿走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做 承认我的手段极端 但是我对得起我自己 对得起欧阳家 如果有来世 我还愿意给你当儿子 来人 让他拉出去 究竟蒸发 是 龙世长到 走 怎么样 我给你爸写的信 他写的什么呀 自己看看吧 静哲 你 没错 你现在就是我 赵静哲手里的人质 你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绑票 绑票 你又不是土匪 你干嘛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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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击我 我告诉你 他娘子现在还不如土匪呢 趁着我现在血液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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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么晚了 还让您替十八团操劳 我 师座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浑身无力 我能不能 站住 你还有脸坐下你 是 石破天 他干扰我抓捕赵经浙 这重逢证明他们是一伙的 你立刻给我下报告 志座 关于石破天是共产党 这件事纯属无稽之谈 我已经查清楚了 石破天的女儿 被赵经浙绑架了 所以他为了救女儿 才赶到石松口 胡说 你才是赵经浙的仇人 他为什么绑架石破天的女儿 石 我 石座 这件事情背着可以作证 石处长的女儿和团座的女儿 都被赵经浙绑架了 而且 石处长的女儿 还是我们团座归来的儿媳妇 还原尊 是这样吗 千真万全 我的女儿 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那贵公子呢 他 他因为滥杀 因为 现场指挥不力 我已经把他 这是 王媛连长 进来吧 石座 来 走 走 走 王媛连长 我听说你的特务联干得很不错 很辛苦 师座 在赵敬德的问题上我们做得并不好 很好 以后有什么心理情况 直接向我报告 可以跃及 多谢师座再配 好 饿了 来 这晚上能吃吗 你还挑肥减瘦呢 你是人质你有的吃就不错了 我不吃 你吃吧 不吃是吧 行 你不吃 我吃 大小姐 我也想吃热腾腾的饭菜 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可我没这个福气 这都是欧阳尊害的 金哲 要不咱们回去吧 我保证我爸不会伤害你的 这件事不是他伤害不伤害我的问题 石叔叔说得一点也没错 这不是私人的恩怨 这是残酷的斗争 我是共产党人的儿子 总有一天 我要让欧阳尊 为他屠杀的那些 共产党人的性命 付出惨痛的代价 你看着吧 我看一下 好 郭云 王医生 王医生 醒了 郭云 怎么样 你醒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怎么样 王医生 我怎么躺在这儿啊 你晕倒在家里 是他们把你送来的 那欧阳连长守了你整整一夜呢 你干嘛去 你干嘛去 放开我 我要去陪我爸 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 古语 放开我 古语 放开我 我要去陪我爸 好 敬礼 银枪 你 你是在给我做衣服吗 啊 我才不穿呢 难看死了 嘿嘿 谁难看 我可请告诉你啊 这山里晚上的风 会比现在凉一辈子 到时候把你 冻成一个冰人了 你可别怪我 怎么着 穿吗 来 好了 镜子呢 你说什么 镜子 镜子 你把这儿当成闺房了 那我穿这样 是不是很难看啊 你最好弄清楚你的身份 你现在就是人质 是肉票 懂吗 这种情况之下 你有件遮风挡雨的衣服 就不错了 是 还肉票 难听死了 是 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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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谁送来了 一个放梁大人的 人呢 人已经走了 不过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询问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一排长已经带人 去追查赵清泽的落下点了 镜子 这谁送来的 听大满说 是一个放羊的孩子 赵清泽给了他一块银元 让他送到军营来 在什么地方 石松口 距离特务联围捕赵清泽的地方不远 团总 赵清泽他腿受了伤 应该跑不远 大满已经带人赶过去了 瞎呗 你们把赵清泽当成傻子吧 他在石松口现身 他还会留在那儿等着你们去抓他 小满呢 那个放羊的孩子见没见到小满 没有 他只看到赵清泽一个人 什么情况 根据放羊蛙提供的线索 赵清泽就躲在那个山洞里 是 等了多久了 四十分钟 一点东西都没有吗 还没有 我们怕伤到小满 所以不敢冒人起动 连长 你们在这儿守着 你跟我走 这不是小满的衣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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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不觉得他是故意暴露这个山洞的吗 故意 他不故意的话 你们怎么过来 你们不过来他怎么金蝉脱鞘啊 搞个屁 你帮他们主脑子 跟他们的衣服 年轻的赵清泽 做过许多白日梦 也曾经梦想过 他和小满一起住在深山里 享受着与世隔绝 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生活 他没有想到 自己真的会有和小满 双双待在深山里的一天 自然更不会想到 两人的身份会是如此的尴尬和无奈 对于赵经哲来说 这不仅是对多年友情的亵渎 对他们之间的感情来说 更是一个可怕的黑色幽默 还行 慢点 是 十八天同志牺牲的消息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次组织上派我来是有两个任务 第一 是要把赵青山同志的儿子赵经哲 和十八天同志的女儿世故与代仇 保护起来 第二 要在封岭地区逐步的开展工作 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 四一二生辩教训深刻 我不能再对郭敏党反动派 抱有任何幻想了 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步骤 梁 静哲和顾宇现在情况怎么样 静哲被十八团的特务联追杀 躲在山里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他的落脚点 顾宇刚刚出院 我们准备先把公寓诉讼 还是我来想办法 十五天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你还必须留在十八团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能再暴露身份了 好 那你们都要安全 好 有了赵金乐的消息 我会通知你 对了 我们的联络站实在不离谱 我知道了 住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爸 我走了 也许 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好好地孝敬过您 总是惹您不高兴 给您添乱 从来都没有珍惜过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我知道 再说一百个 一千个对不起 也无法弥补我心中的遗憾 所以 我只能用我以后的人生来报答您 你是石宫宇 是 什么事儿 跟我们走一趟吧 没时间 带走 放开我 你们什么人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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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放我出去 凭什么抓我你们 快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石骨宇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田然 奉荣市长的命令 对你实施强制性监管 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配合个屁啊 我配合我 犯什么法了 你们凭什么抓我 赶紧把我放出去 铸荣门 欧阳狼 你们在哪儿给我滚出来 别喊了 喊也没有用 你凭什么抓我 第一 你私藏枪械 袭击国军军官 第二 你勾结共匪赵金哲 绑架人质 但凭这两点 枪毙你都够了 如果不是看在石书长刚刚过世 你又患病住院 我们早就对你实施强制性措施了 等等我绑架谁了 我绑架谁了 看不见 这不就是一个欠条吧 有什么好看 欠条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欧阳老欠着赵书和梅姨的命 当然应该有戒有还 这是绑票 只有无恶不作的土匪才干得出来 你可别抬去赵金哲了 他现在连土匪都不如 他就是一孤魂野鬼 我不想跟你说了 你赶紧把猪头满和那个欧阳老给我叫来 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辱骂国军军官 最佳一党 我说话就这样 我不想跟你说 猪头满 欧阳老欠就给我出来 谷雨是被容市长排来的毒刹队抓去 战事惯在军营里 什么罪名 两条了 袭击国军军官 勾结赵金哲绑架人质 是欧阳尊的意思吗 凭我对邝彦尊的了解 他不会做出这件事 应该是容市长的指令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